上海20余家医院闭环管理 官方表示不存在院内感染现象 上海11月26日电 记者26日获悉 目前上海有超过20家医院闭环管理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已安排第一 第十人民医院 人际 龙华 曙光 岳阳 长征 长海医院和华山医院乌鲁木齐陆院区 儿科医院等本周六日提供门诊服务 25日上海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两天上海20多家医院闭环管理 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房间传闻 医疗机构接受受到感染的医药代表请课所制 上海只是对相关人员 相关场所和环境进行必要的筛查 上海市卫健委方面 26日对媒体表示 是防疫排查需要 上海并不存在院内感染现象 且间隔24小时查两次核酸检测 如果全部为阴性 立即从11月27日晨 即会陆续开放相关医院门急诊 据上海市卫健委方面解释 之所以这么多医院实施闭环管理 主要因为此次三位确诊病例的密接者众多 第一环的密接者就超过200人 涉及工作场所 生活场所 文化活动 多种交通工具等 这些密接者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么本人 要么陪同家人有去不同医院看病经历 三位确诊病例到底是什么身份 上海卫健委方面的解释是 既不是医务人员 也不是和医院有关的业务人员 其中一位是医药公司财务人员 并没有与医院直接的业务联系 此前上海医院有过零星的封闭经历 但在一两天内同时有这么多医院受影响 还是第一次